台灣首次F1賽車封界展演 下個月將在台中登場 3萬張門票15號一開賣就被秒殺 不少車迷買不到票上網求救 沒想到一張500元的門票 黃牛已經砍到一張3500元 甚至7000元都有 有360度摔尾那邊 可能一張票2500或3000塊都有可能 然後看社團有人想 票價一般14倍實在太嚇人 許先生看到有人原價轉售 擔心被強光馬上匯款 卻疑似遇上詐騙 已經準備報警提告 匯完錢匯過去給他之後 他就又問說可不可以無卡存款 一直問他能不能退款 他也一直就逃避 到後面還說好要退 可是到現在也還沒有退給我 網路上大賣黃牛票 甚至涉及詐欺 台中市運動局接到至少30件檢舉 警方介入調查 發現不法所得突破萬元 在車封街還沒開始 第六分局陸中攔檢改裝車輛 就發現一輛藍色敞篷跑車 新車價620萬的選佛藍跑車沒有特權 只要是分配數不合格 就是開罰要求限期改善 以免引擎聲浪變成噪音污染 影響他人 記者裡面連結 台中報導 都有 台灣人 中文字幕耳機 中文字幕結構